好 首先很感謝DRAF來到我們這個 《就春人生新書法》部會 我的作者黃海恩 這個是我的朋友DRAF 他也是這個受訪者之一來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買一本書回來 去認識一下他這個人是怎樣的 感濟完之後 其實都想聽一下你對這本書的感受 你當初聽到說 我想做這個受訪的計劃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覺的? 其實都是從一個分享的角度 我也想看下我的故事可以寫到如何 所以當時也很樂意去試一下這個環節 很感謝作家給我的故事寫得很生動 我印象中也不是很記得那個說得那麼生動的樣子 所以就很感謝作家和黃海恩 我也很感謝你無私的支持和鼓勵 我想問一下本書出世了 你看到的內容你有什麼感受? 很多不同人的價值觀都可以很不同 我自己有一個價值觀 很感恩的 但是看到很多其他人生的價值觀 有些都很密合的 但是當時當刻我沒有說出零件 有些比較有趣的 也都看到有些鐵具的價值觀 還有有些後悔的價值觀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除了剛才你分享的東西 你還有沒有什麼看完本書 有些感受想跟大家分享的? 還是差不多是這麼多? 只有一句 多一句 是一個很速成可以看不同人的價值觀 真是內心急放出來 所以我覺得是挺好的 這本書 我估計你這樣說可能是因為 其實是將他們不同的受訪者的心路歷程 其實浪縮了在這本書裡面 所以可以變成很快的一個速度 去了解了不同的受訪者 他們的經歷是怎樣的 這本書可以做到這一次 那問題上呢 其實我還沒有想到下一個 你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你想和我們分享的? 反而我問一下問題 反而為什麼有這個概念去寫這本書 反而我很想知道 今天力氣不一定 是的 原來是這樣的 其實有什麼理念 或者是其實我自己個人很相信 一句話的力量 我們自己很想透過一句話 去鼓勵到不同的人 或者其實你不知道你人生上 你哪一句說話其實是 帶給其他人一些力量的 那當然一句說也可以造成一個傷害 但我希望我們是用它正面積極的力量 去把這件事 我們一句話 去令到更多人可以得到的鼓勵 鼓勵到他們 還有 我覺得自己本身都是 因為經歷過疫情 其實都留意到 其實除了長者 無論是長中青 其實他們都因為疫情是 有些習慣去改變 有些生活上的改變 我覺得除了資源當時 大家是很緊張之外 現在資源充足了 那其實它是心靈的需要 其實都很需要關顧到 那我出這本書 其實都是很想去 令到大家 就是給多一些心靈的故事 給大家去看到 不同的人生階段 有些什麼困難 我們怎麼去度過它 那當中當然也是包括疫情 大家怎麼去度過它 那是想給一些啟發大家 也都可以印證大家的經歷 那就是去幫助自己去做一些選擇 可以再繼續問一下 那當時選擇的那些人 有沒有一些 應該都沒有 我估計有一些人 有沒有一些特別 會 說哪些人想先訪問一下 我覺得 就是當初 為什麼會選擇這幫人 去做我的受訪者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 公眾的recreat 不同的人 但是我自己 都個人上 都是想分佈在 長中青 無論是長者 中 sorry 是的 成人 成年人 和青年人 都想有一部分的人 都是在我這本書 可以出現到 因為我會覺得 當你面對困域 不是青年人的專利 也都明白青年人 其實可能是青春期 其實他們是會面對很多的人生選擇 可能我讀完書之後 要做些什麼 我畢業之後要做些什麼 他們是會有很多困域的 但是我覺得 其實你透過訪問 你會發現其實長者 他們都有很多自己要面對的難關 和困域 要怎麼去處理 所以其實不同的人生階段上 他們要面對的選擇是不一樣的 我們很想透過這本書 可以分享到這些故事 給其他人 可以有個啟發的思考 好 來到這裡的最後 我這個簡單的 follow up的申說法務會 都完成了 這個是 完了的申說法務會之後 有個嘉賓的分享 都很感謝你來到 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